華航及諾富特感染事件中 一名曾經打過AZ疫苗的機師 也確診 感染科專家就說 疫苗打完之後 約兩週才會產生抗體 機師是可能在空窗期染疫 而臺灣疫苗推動協會表示 新冠疫苗不會在社區消失 每個人都有機會感染到 接種疫苗產生的不良反應 遠低於被感染後 得到重症的機率 華航機師與諾富特飯店感染事件中 案一一五三的機師 上個月二十二號 打過AZ疫苗 試隔九天出現呼吸道症狀 採檢確診 引發是否打疫苗 也沒保護力的擔憂 對此 國內專家分析 打完疫苗要兩週後 才會產生抗體 而AZ疫苗施打第一劑後的保護力 只有五到六成 還是有感染風險 一針AZ疫苗的效果 大概就是五成到六成 所以所以他第一個 他打的時間其實還不夠長 第二個他只打完第一針 第二針還沒打 所以這兩個原因可以解釋他為什麼被感染 由於國人目前對新冠疫苗信心不足 台灣疫苗推動協會也特別統計最常見的兩大迷思 包括AZ疫苗安全性 以及認為台灣疫情控制很好 其實不需要打疫苗的迷思 感染科醫師分析 新冠病毒未來不會消失 人人都有機會感染 打疫苗主要是降低重症風險 根據指揮中心統計 五月四號全台公費疫苗接種了三千四百零一劑 自肥一千九百一十四劑 是公費疫苗開打以來施打數最高的一天 推估應該是公費對象增加加上疫情升溫 催出民眾危機意識 不過目前累積施打六萬多劑 施打率仍然不高 指揮中心呼籲民眾可以盡早施打 來提高自身的保護力 記者綜合報導